灰火红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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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制了 我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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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好孩子 爸爸没事 你多远一点 不要伤到自己 好你个荣天 明知道我们和冰神塔水火不容 为什么还要去找那个女人 父亲 我和冰灵是真心相爱的 大哥 就因为她和那个女人 我们荣家 被冰雪女神祭司打得一败涂地 简直就是七尺大辱 而她到现在都不知悔改 您必须重罚中间 不然难以扶重 爸爸 带走吧 找到了 这是火炎秘卷 和我整理的笔迹 或许对你会有些用处 哥 我肯定会再回来的 你快走 我肯定会要找你 我肯定会露 他有一个主要 你肯定会 我肯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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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快 你去趟仓书阁我荣兵带来 就说我找他 遵命 秦王大人 小王爷 秦王大人叫我带您去他的书房一趟 帮我转告爷爷 宾儿有要紧的事需要处理 麻完之后 自行去找他 秦王大人的命令 小人不敢违抗 轻则逐出荣家 重则人头落地 还请小王爷 不要为难小人 小王爷 秦王大人在里面等您 我才是黑暗的主宰 我毫打死的封印之瓶也是我的 小匪 你想让我臣服 你还差得远呢 去死吧 怎么会 怎么样 还要再试吗 你以为拿到了所有的瓶子 就能剪开方言了吗 你以为我没有计划吗 早在千余年前 我就已经开始筹划这一切了 我和斯纳经过千年的孕育 终于诞下了魔妖女 你知道这代表着什么 魔妖女的鲜血 能开启莫奥达斯封印之瓶 但千百年来 黑暗种族有多少人尝试 都没有成功 甚至失去了生命 我凭什么相信你和他 就能扮下魔妖女 就凭我 黄尺金童 你 你是吸血鬼女王 回来了 又回来了 我的故乡 真是可笑 我居然代表别的国家来参赛 还有件事要您去工会完成 爸爸 您放心吧 念兵不会给您丢人的 小王爷 虽然您穿了普通人的衣服 但您的气质 却怎么也无法改变 有功夫到我们那里走一趟吗 再过些时日 就是新锐魔法师大赛了 我想到时候 您一定能成为最后的冠军 那时啊 陛下定会封念一个高位 可别忘记你梅大哥我呀 梅大哥 我还有些事 咱们改天再聊吧 好好好 小王爷您去忙吧 有空到我那里去做客啊 看来 这件新锐魔法师大赛 他也要参加 只不过 他代表的会是华容帝国 先生 您想要点什么 我想买一件华丽些的衣服 要象征身份呢 钱不是问题 当然有 您请跟我来吧 先生 这里的都是上当服饰 您可以慢慢调选 我外面还有一位客人 请自便 对 由于念兵选手 无故缺席比赛 什么 念兵 经主委会裁定 本次华龙厨艺大赛的冠军是 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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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兵这家伙 到底在搞什么 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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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 那个念兵选手 怎么没在台上啊 他呀 没来比赛 弃拳了 这不可能 念兵怎么会弃拳 谁知道呢 说不定 是觉得自己没胜算 怕丢脸呗 不可能 念兵可是今年的大热选手 怎么可能无故弃拳 要我看 就是有人在使绊子 使绊子 难道是他 小天 别生气 念兵可能是被什么要紧事 给耽误了 还有什么事情 比比赛还重要 这样得来的冠军 我不稀罕 希拉德前辈 他好像和念兵 是同时消失的 要不我们去问问他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不错 黑暗元素吸收的太多 元素失去平衡了 必须用冰火通源 带动黑暗元素 稳定他们 都会被黑暗元素 都会被黑暗吸收 到时候元素枯竭 我的生命也会受到危险 必须将黑暗元素的阻碍解开 但是又不能用其他任何元素 解开阻碍 破水保密玄御守这样精准的手法 应该可以做到的吧 这是最后的办法了 只能拼一把 但若是出一点差错 我就得死在这儿